宝贝,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先安静心,一起来读圣经! 今天继续来看《使徒行传》27章18到20节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催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哇,这段经文看到 当时情况危及到 船上的人已经放弃被救与活下去的盼望 但人的尽头就是上帝恩寿介入的开始 让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来祷告 看顾人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看见世上人们的辛苦和脆弱 感谢你在那个奇迹的夜晚 圣灵海主耶稣的平安 已经降临全地 感谢耶稣拯救了千千亿亿个灵魂 喜乐地回到天父爱的家庭里 平安的君王主耶稣 在这个欢庆救恩的季节 我们更要祈求 每一个最需要的人都能被你拯救 他们的人生可以重新定位在天国的方向上 亲爱的圣灵 愿你引导我和我宝贝的眼目 专注于能在水面上行走的主耶稣身上 真实而始终如一的信任 伟大奇妙的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